立位纪第三章 人的贡物若是做平安纪 如果献的是牛 必须在耶和华面前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母牛 他要按手在他的贡物的头上 在会幕门口宰杀他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他要从平安纪中奉上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把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一切脂肪 两肾和肾上进腰旁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放在祭坛炭火上的木柴上面 在繁祭上焚烧 做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人若是献羊做平安纪的贡物给耶和华 必须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或母羊 他献的贡物若是一只绵羊羔 他要把他牵到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他的贡物的头上 在会幕门口宰杀他 亚伦的子孙要把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他要从平安纪中奉上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把羊的脂肪从靠近脊骨的地方取下来的整条肥尾巴 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在内脏上的一切脂肪 两肾和肾上进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 祭司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是献给耶和华做食物的伙计 人的贡物若是一只山羊 就要把羊牵到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羊头上 然后在会幕门口宰杀他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他要从贡物中奉上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把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脂肪 两肾和肾上进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都要一起取下 祭司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献给耶和华为食物做新香的伙计 一切脂肪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任何脂肪和血你们都不可吃 这是你们在一切住处一条世代永存的律例